说起杨幂 想必大家对她一定都非常的熟悉 作为内地四小花旦之一的杨幂 在圈内可是拥有强大的号召力 而且人气也特别火爆 不管是主演的电影还是电视剧 总能达到票房大卖 了解杨幂的都知道 她很小的时候就涉及娱乐圈了 出演过不少电视剧 但是后来因为学业的缘故就暂退娱乐圈 专注学业去了 长大后的她也是专业科班出身的 更是还出演过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比如《仙剑奇侠转三》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艾达尔巴定律》等等 可以说每部剧都获得了超高的收视率 大秘密那精湛的演技 也深受大家的好评和认可 而且也在持续不断的飙升中 杨幂最开始也是从一些小角色演起的 慢慢地才有了现在的成绩 她收获了收视女王的称号 而且她的性格也非常讨人喜欢 她还被称为是圈中的高情商女星 而如今杨幂不仅自己演戏 还开了自己的工作室 培养了不少有名的大明星 比如迪丽热巴 张彬彬 张云雷等著名艺人 在事业上可以说是蒸蒸日上 虽然杨幂在事业上的成功 是我们有众所周知的 但在感情上的道路却比较坎坷 当年 政治事业巅峰期的杨幂无惧争议 嫁给了比自己大一轮的刘凯威 刘凯威虽然是新二代 但和杨幂的地位差距 以及经济差距还是蛮大的 而杨幂与刘凯威曾经也是一对 让人十分看好的夫妻 并且在结婚后还生下了女儿小糯米 而两人结婚后 只有刚结婚的前两年有秀恩爱晒甜蜜 后来甚至连同框都没有了 这中间一直传出两人离婚的消息 但是都被他们一一否认了 不过到最后 离婚绯闻越传越严重 导致两人还是没有能够留住此段姻缘 因为至少离多的原因已离婚收场了 令人唏嘘不已 从公布离婚后到现在 杨幂的人气也是水涨船高 各种人气榜上都稳居第一宝座 还有各种节目 各种活动接个不停 每一个晚会或活动现场 她都是最瞩目的那颗星 就是一个造型的变化都会将她送上热搜 可见她的人气有多高 而如今虽然离婚了 孩子小糯米在爸爸身边 但一有空的时候 她就会飞往香港看望女儿 在一起与女儿的亲密时刻中 小糯米好奇地询问妈妈杨幂 还爱爸爸吗 只见杨幂在沉思后打道 曾经的妈妈是爱着爸爸 如今妈妈只希望你们幸福的生活 此番情深言语让刘凯薇新生联姻 毕竟一度他们喇叭 视为娱乐界的模范夫妻 如今刘凯薇也已有新的恋情 对方是个演员 名叫李小峰 与杨幂合作过一部电视剧爱的阿巴定律 可以说非常的巧合 而现在的杨幂也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只要努力地工作赚钱 就能够见到心心念念的女儿 最后祝愿这对昔日的夫妻 能够各自安好 过好自己的生活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